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1月7号 张医师线上直播 张医师要继续讲医疗与保健 然后接着大家的提问及答疑 张医师开始 我们上次还没有讲完 我们就从外治法开始讲 请丽丽帮忙念一下 三 外治法 西医从果治病 是从换出下手 以及通过医疗之手术 复健 牵引等方法 直接处理症状 或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 及组织受损 如此固然有助于疗愈 患出体伤所知之疾病 但未必有助于解除 他处体伤所知之病症 且其中的手术 会严重破坏身体 及消耗热能 对重病患者 不仅难以治愈 甚至还会危及生命 故从果处理 非治病善法 相较之下 中医与原始点 从因治病 不仅有医疗 还有保健 其中医疗 是通过针刺 或按推 直接处理它处 乃至换处的穴位 或压痛点 以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保健是通过爱酒 或浆肤 用于体伤位置 藉由皮肤吸收 直接温暖身体 以加强改善 特定部位的热能不足 但原始点 治医疗与保健 是不可切割的 以及按推 与热源必须并用 如此即可解除他处 或患出体伤 所致之症状 又可受因变果转之效 接触一期检查出来的 异常形态 及组织受损 故从因处理 是治病善法 此外 胃病表示体力正常 热能上足 处理上 以按推为主 热源为辅 原始点医疗 通过一条脊椎及七处 找出压痛点按推 不但能辨明 胃病之体伤位置 也能解 也能快速解除 踏出体伤 使疾病 消灭于无形 而中医 与西医 并无此医疗 致胃病的 诊疗和医方法 在此情形下 如想通过 保健之热源 改善体质 使疾病消灭于无形 则需吃之以恒 日久 方显其效 由此可见 治胃病 保健 并不能独当一面 只能作为医疗之 辅助也 好 这一段还蛮长的 我们就来 看看 这个 外治 我们先谈西医 西医 虫果治病 是从患处下手 我们先把 这个虫果治病 这个解释一下 虫果治病 还有后面的 虫因治病 两个是不一样的 那虫果 因为西医 只有医疗 而无保健 所以这也是 虫果治病的 一个特征 那虫果 我简单讲就是从患处下手 那患处 到底指的 只有症状吗 其实也不尽然 指的还有包括 仪器检查出来的 异常形态 及阻止受损的位置 这些都包括患处 所以很显然 这一段的写法就是 西医虫果治病 那必须要通过医疗 因为他只有医疗 没有保健 那再来 他是直接处理症状 或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 及组织受损 然后来 这个因为医疗是要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所以下一句就是这样写 来我们看下一页 所以这样如此固难有助于 疗医患处体伤所致之疾病 但未必有助于解除 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这个我们之前都有提到 如果从患处下手 那当然对于异常形态也好 组织受损也好 他都可以直接处理 那也西医也会从症状下手 那症状下手 也是直接从患处 那当然人解决的就是患处体伤所致之疾病 但未必有助于解除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这个我们之前诊断与治疗也都有讲 我们是举 那个 比如说他坐骨神经痛 那坐骨神经痛 西医有时候说是 腰椎椎间盘突出 第四椎第五椎压迫到 那他们就会直接从检查出来的 异常形态下手 那如果你是腰痛 说不定这样开刀还好 他如果是坐骨神经痛 那痛多数大处体伤 根本跟腰椎是无关的 只要在臀部原始痛点按一按 很可能这个病症就解决 所以你开腰椎椎间盘突出 未必能解除他坐骨神经痛 所以我们这里就讲 你从患处下手 虽然对患处体伤所致之疾病 有效 但未必有助于解除他坐体伤所致之病症 因为在患处之外的他处 你就未必能处理到 这一段的解释应该不难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这里进一步提出来 就是当然他有分侵入性跟未侵入性 比如复健牵引那个就是未侵入性 那侵入性的手术是会破坏身体 严重消耗热能 所以对重病患者不仅然以致 因为所谓的重病患者他已经是热能严重不足 你又去破坏身体又消耗热能 那当然就离致病越来越远 甚至这样的处理还有可能危机生命 所以这样来看西医在外治法的重果处理 不是致病的善法 他隐藏着有很多的问题 第一个他处体伤未必能解决 然后还有可能消耗热能 对重病患者也会有危险 所以这里的结论就是重果处理 非致病善法 好我们继续来看中医跟原始点 那中医跟原始点一般是重因致病 以外治法来讲 那就是原始点就是按推 还有热源 那以中医来讲就是灸跟药 还有针刺穴位 针刺穴位也是 那灸跟药也就是外内热源 还有保健 但是外治法的中医保健 他不像原始点 他可以直接直达体伤位子 比如可以灌肠啊 然后洗眼啊喷鼻啊 他没有 他只有改善体质 所以这个是属于内治法 所以他只能这样说吧 中医的部分就是 针刺穴位还有灸 灸的部分 这个是属于外治法 那中医的原始点 那个灌肠洗眼喷鼻 也是属于内治法 这个我们就不谈 那在外治法 他就是以 就是以姜粉大面积涂体伤位置 所以这里我们从字面上来看 重阴治病指的就是体伤及热能不足了 那保健 他中医是透过灸 那原始点是透过浆肤 用于体伤位置 藉由皮肤吸收直接温暖身体 以加强改善特定部位的热能不足 所以这里就不考虑中药 中药的部分 也不考虑原始点的喝浆 融姜汤还有灌肠喷鼻息液 这一些就不谈了 这些都是属于内治法 好那在外治法 中医就是针刺穴位 那原始点就是按推 那个原始痛点 或严重没有改善就患出痛点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他这里就 好那这两者 原始点的医疗与保健 原始点是不可以切割 中医有时候他是可以切割的 我说中医有时候只有开药 那也没有针跟灸 以前我在当医师早期的时候 有时候开完药就走了 所以也没有 那也很少说 按针刺穴位 然后就完了就揪 或在针上用艾草 黏在浆上然后点火来 一边针一边揪 一般也很少 好那这个部分这里都讲得很清楚 重阴它最后可以解除 他处或患处体伤所致之症状 因为重阴下水 果也会改变 果当然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 及组组织受损都是俗果 故重阴处理也可以解除 疑气检查出来的 这些异常形态及组织受损 所以重阴治病既没有什么副作用 也不会伤害重病患者的热能 所以它是治病散发 这一段谈的就是把西医的外治法 跟中医原始点这样做一个比较 可见治疗还是要重新处理 好我们再看下面 那接下来要谈的就是 还有一个外治法就是原始点 比较特有的就是自卫病 那我们诊断与治疗都有讲过 如果没有疾病 那表示这个人体力正常 因为没有体力虚弱的病症 当然就是体力正常 也热能上足 所以在处理上 当然就要以按推为主 热源为辅 好我们继续看下页 那原始点在这一部分是通过 医疗以一条脊椎脊七处 找出压痛点来按推 这样不仅能辨明 胃病的体伤位置 我们前面有讲过 如果他还没有病 那我们担心他 比如说老人痴呆 那我们就在头部原始点 按看有没有压痛点 把体伤的位置找出来 或是你担心心脏骤停 好像最近这两天台湾就有一个中医有名的教授 施纯浅好像 他就是也是 昨天医学院的学生都在等他来 怎么没有来 然后就去宿舍找他 原来他已经心脏停止 那已经死亡了 是这样情形 所以这些都来得很突然 如果你要达自卫病 以原始点的角度 就是要从上背部 把脊椎两侧的压痛点找出来 把它解决 所以你看即便是中医 很有贡献的明教授 对中医界也蛮有贡献 那他如果轻忽了这个自卫病 有时候像这种比较严重的 有时候都会很突然 而且才享受六十 六十岁而已 蛮年轻的 所以自卫病这一个是 我认为是原始点最大 很大的特色 所以原始点他是透过医疗 也跟以前中医 用保健的方式是不一样 那这样不仅能够找出体伤位置 然后直接针对他来 使疾病消弭于无形 但这一个方法 无论是中医也好 西医也好 只要一谈到自卫病 他们是中医又可以用保健 西医在我看法 没有办法自卫病 所以并无此自卫病的 诊疗合一方法 这个在中医或西医 都没有这样的方法 好我们来看下面下一页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刚刚已经有谈 中医他是可以靠保健 好那我们来看 这里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想通过保健之热源 改善体质 问题来了 你如果怕心脏皱挺 或怕老人痴呆 那你保健的热源 你外置法 你到底是要温敷哪里呢 你是要温敷 臀部呢还是腰部呢 还是背部呢还是头部 其实在中医 这些也没有这种概念 然后何况这个 在治疗上前面也有讲过 自卫病一定是以医疗 而非以保健 因为他体力还不错 热源是改善热能不足 反而我们应该要 优先解决的是体伤 所以在这样看法 用保健来是不恰当 而且不只不恰当 而且他如果要达到 自卫病使疾病 就是用热能改善 来修复体伤 使疾病消弥无形 如果要达到这样 则需持之以恒 日久方显其效 所以不仅不恰当 而且持效又要很久 所以这样来看 自卫病如果谈自卫病 保健是不能独当一面 也就是中医上宫自卫病 想用保健的方法来落实 那是不大可能的 所以自卫病保健 并不能独当一面 只能作为医疗之辅助 这一段谈的 就是指这样的概念 好 那我们外治法 继续来看下面举例说明 进一步来谈一谈 请莉莉来念下一段 虽然外治法 可通过医疗保健支援 以解除症状 但不能因此 就说外治法 有致病功效 比如感冒 用爱酒或姜夫 把病治好 能说爱 姜可以趋风寒 杀病毒吗 如果能 把它们放在屋内 不就满屋温暖 了无病毒了吗 又如头风痛 用木棒或手肘 按推把病治好 能说它们 可以趋风止痛吗 如果能 家居多木质 且手肘在身 为何还得头风痛 显然 能疗愈疾病 是因为疾病之因 仍能不足 或体伤 获得改善 可见 有缘 有因 才能改善过 再说 按推 针刺 拍打 如果有效 那么眼睛痛 若按推臀部 会不会 如隔靴搔痒 针刺穴位 会不会导致 晕针 拍打眼睛 会不会打成 熊猫眼 显然 痛症 多数 他处体伤所致 不能解症 不能解症是因为 疾病之因 塌出体伤 为何改善 可见 有缘 无因 不但不能改善过 甚至对 虚弱者 或患处下手 还会 加重过 由此可知 疾病 之所以能够疗愈 固然 与缘 有关 但关键 是 因 能否改善 故手术 复健 针刺 爱酒 按推 姜夫 胎塔等元 固然有助于疗愈疾病 但若忽略身体运作 或体质差异的因 那么也会像内置法一样 犯了七因 谭元 而说元治果的过失 这一段进一步从上面 再延伸下来 就是以实际的举例 加以说明 好 那我们来看原文 虽然外置法可通过医疗保健之言 以解除症状 但不能因此就说 外置法有致病功效 我们前面讲了 很多人都以为原始点 可以治很多病 但这里谈的 不只是原始点 包括中医 还有西医的医疗 即便他们能解除症状 也不能因此 就说外置法有致病功效 这里是广泛的这样谈 那我们 以及就是这些姜跟艾灸来说明 先这里提出的就是感冒 那感冒的例子 我们都知道很多人都会 早期都会用喝姜汤这些 那是属于内置法 那我们来谈外置法那就是用艾灸了 那以原始点来讲就是将涂在体伤位置 那经过这样的灸有没有效 有啊一定有效 它可以改善热能不足修复体伤 所以如果这样改善了病也好 这时候女人说艾灸跟江夫 他们可以趋风寒杀病毒吗 也就是艾江有这样趋风寒杀病毒的功能吗 这就是提出来 那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江是不能治病 我们几汽车里面的音响空调 还有导航系统 他如果没有油 他是不能发挥的 但加了油他就能发挥 但你不能说有有具有这三项功能 这里前面指的 那外置法也是一样 虽然你这些用了病好像好了 那你能不能直接就说 他们有趋风寒杀病毒的功能呢 我知道在中医书里面 以前都有什么功效 还是会写的 包括本草备药那些书 都会把这些药有什么功效 甚至神龙本草经也会有提 譬如狗急纸就可以明目啊 这一类的 好那能不能这样说 就是有没有趋风寒杀病毒的功能吗 内置法不可以 那外置法可不可以 这里当然我们就说了 如果可以那体内的都可以 那同样他在体外的环境 他当然也可以啦 所以你把姜跟灸放在外面 放在也就屋子内 体外的屋子内 那不就是可以 他可以趋风寒吗 那表示屋子就可以温暖了 那也可以杀病毒 所以屋内就没有病毒了吗 可以吗 那很显然 这样的问法就是很明显 是不可以的 不可能做到 你体内你可以修复体伤 但体外你怎么靠身体还可以运转 那你体在身体以外 你没有身体的帮忙 那他就能达到这样 趋风寒杀病毒 那不可能的嘛 好所以这些 到底能否趋风寒杀病毒 那也是身体去自己去处理 而不是姜跟爱 有这样的本事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举例说明 这里我们知道 譬如很多人吹到风头就痛 我们称为头风痛 那头风痛你 用木棒或手肘按推把病治好 如果我们以原始点按推 用手肘按头部原始点 整骨下沿 那这样按一按 有些头就改善了 那不用木棒 木棒压我们 那个头部原始点而已 也就是耳后 那个耳后的原始点 那这样按了 结果头不痛 这样你能说 这个木棒或手肘 它们可以趋风止痛吗 有这样的功效吗 如果有这里又是反问句 那我们家里一定有很多木头做的家具 而且手肘本身就可以治病 那你手肘又在身体上 那怎么会得头风痛 也不可能 同样的我们说的 当你头痛 即便有手肘 你按推桌子 或按推其他的地方 你头人好吗 所以头好 不要按对位置 按到身体 那按到身体也不一定会好 比如头痛你却按到臀部去 或肩部原始点 那头也不能改善 那显然还要按对位置 所以这里就提出 也就是反问句 那也就是说 其实家具跟手肘是不能治病 那这样说来 但是又我们明明是用手肘或木棒按推开关之后 而解决疾病 这个是千真万切 那又说他不能 那这里到底理由何在 这里就后面就提出来了 显然能够疗异疾病 是因为怎么样 疾病之因 热能不足或体伤获得改善 因为前面举的感冒 那我们用艾灸或姜夫 这很明显是改善热能不足 热能不足 改善了 也就是疾病之因改善了 他就可以修复体伤 而达到致病的功效 同样木棒或手肘按推 而改善头疯痛 那显然他是有按道对的开关 也就是原始痛点 或是一些开关 让头痛解决 那可见 有炎有因 也就是你这个炎 单一的炎是不能治病 有了这个方法 还要有什么 还要能够针对疾病之因 体伤及热能不足 来达到改善 这样才能够解决疾病 所以这里可见有炎有因 因就是指体伤及热能不足 有了这样的方法 然后又能结合 这样的体伤及热能不足 这样才能达到改善疾病的果 这里谈的也很显然 已经点出了一个重点 炎没有透过因 是不可能改善果的 然后我们再继续看 下面的举例 那下面的举例就是 反过来 如果你一定说 这些按推 针刺 拍打 有效 也就是这些医疗有效 当然我们也可以举热能 但限于篇幅 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我们就举 这三个比较常见的 也就是日常生活中最容易见到的一些方法 好 如果你一强调 这些按推针刺拍打 如果有效 那么我们这里就举眼睛痛好了 那如果眼睛痛 你按推臀部 眼睛痛会不会改善 因为距离太远 眼水救不了静活 所以就好像隔斜搔痒 所以这里也是用反问筋 会不会如何隔斜搔痒 就是隔斜搔痒的意思 还有针刺穴位 要来治疗眼睛痛 会不会导致晕针 因为针刺穴位很痛 会消耗热能 有些人体力比较差的 他一针有时候就晕针了 也有这样可能 所以这里就是在提醒 你不要说人治病 有时候还会更严重 那拍打眼睛也是 眼睛痛 患处是不能拍的 你说拍打人治病 那你眼睛打打看 会不会打成熊猫眼 你打到熊猫眼 眼睛痛也不能解决 眼睛痛 痛多数他处体伤 要从他处来解决 所以我们下面进一步来讲 所以这里就提出来 显然痛症多数他处体伤 所致 那你为什么这些上面的 明明说人有效 为什么不能解症呢 原因就在于他没有用对位置 也就是他处体伤 胃后改善 所以这样就可以看出 从上面的举例就可以看出了 你即便有这些方法 一定要结合疾病之因 如果没有办法结合 那你有盐没有因 不但不能改善我 那疾病不但不能改善 甚至就像针刺穴位 对体力虚弱者 他还会造成怎么样 晕症加重症状 或是像拍打 直接拍打眼睛也是一样 从患处下手还会加重过 所以不能说这些方法 按推也好 针刺或拍打有致病功效 这里就是提出来 让大家加深印象 不但不能治病 甚至有时候还有副作用 同样我也可以这样写 如果你眼睛痛 你用按推去按推眼睛看看 越按推眼睛越痛 你手指痛 你按推手指看看 也是有些人 拇指打球扭伤 他就一直戳拇指 结果拇指痛不但不能解决 还戳到肿起来 这些要举例实在很多 所以我们只是就上面 各种举一个例子来 加以说明而已 所以这里又前面是说 疾病可以改善 这里反过来 反而疾病不能改善 那到底在哪里 所以这里就进一步提出来 可见有了这些方法 你没有结合疾病之音 也就是体伤及热能不足 这样不但不能改善疾病 甚至你乱枪打鸟 还可能加重病情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那这里就做一个结论 所以从上面的举例 我们已经可以了解了 疾病之所以能够疗异 固然跟炎有关 我们说炎当然是重要 但炎一定要配合因 如果没有配合因 不但不会改善 甚至还会加重症状 所以固难与炎有关 但关键是你因 也就是体伤及热能不足 能否改善 反而重点是在这里 好所以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所以这里再做一个总论 就是所以手术 复健 针刺 艾灸 按推 僵呼 拍打等炎 固难有助于疗异疾病 但若忽略 身体运作或体质差异的因 那么也会像内治法一样 犯了弃因弹炎 而说炎制果的过失 我们内治法里面就有讲 你一直强调 这些药可以治什么病 那就如同空调 空调你要发挥有冷气 那汽车的空调一定要加油 然后还要发动才能产生 那你一直强调这个油 可以有冷气的功效 那就是只强调炎而不谈因 那个道理是一样 这是不能成立 所以我们谈到这里来讲 所以已经可以看出来 原来治病 你一定要有 一定要谈 当然固难炎很重要 但最最重要的就是体质的因 身体运作的因 这些如果你没有谈 那在逻辑上已经有问题了 那我们从这里 内治法跟外治法 这里已经算是一个总结了 那都已经讲很清楚 不管你是内治还是外治 都不能说有治病功效 那这个在西医他们谈的就是 他们因为只有医疗 他们一直觉得他们的方法都可以治病 手术也可以治病 西药也可以治病 打点滴也可以治病 打疫苗也可以降低死亡率 甚至病情减轻 其实这些都还是要透过身体 这种强调其实在逻辑上是不通的 所以严谨的说法 西医本身就犯了这个逻辑的错 所以本身的医疗 也不能说有治病功效 所以我赞成西医说的 不能说医疗有治病功效 或原始点有治病功效 因为原始点也不承认它有什么功效 他认为人把病治好 都是靠身体自我疗愈的 道理就在这里 就是因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原始点不说按推热源 这些僵有什么治病功效 都没有 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强调 原始点从不谈它有什么治病功效 但反过来说 如果照这一条来看 那中医的一针二丘三用药 严格来讲这些也只是一个盐而已 这些盐有没有治病功效 已经很清楚 也没有 真正达到人治病的 是因为身体体质改善 那自身体改善了 它自我修复 才达到治病的功效 这样就完整了 所以方法一定要结合体质 那同样西医也是一样 你如果不考虑体质 已经病因人已经完全没有 没有办法下床走路了 然后眼睛已经张不开了 然后饭也吃不下 你还能够说 你因为是癌症 那我们化疗 西医有时候也不敢 一看这个化疗马上就死 有时候西医还会说 那你去把体质调整一下 这时候他们就会谈体质 可见如果要 你说都可以治病 不考虑体质的话 那就不用跟患者这样讲 但有时候他们又很矛盾的说 那你去把身体调养好一点 我们再来做化疗 那就道理 他们也承认是这样 体质的重要 但是他们常常忽略 在对外的宣传上 他们就一直强调 那我们的医疗 有治病的功效 也就是我的手术可以治疗肿瘤 我的化疗放疗 都可以治疗癌肿瘤 但他却不准其他的人说有治病功效 当然除非中医 中医因为他是一个医学 那医学本来世界就承认 那如果这样说他被承认 那如果这样他说中医也能说治病 那就很明显吧 如果从道理来讲 那原始点的按推与热源 跟中医的一针二九三用药 不就是一样的吗 所以显然 我认为真正的原因 还是在限定 你要谈治病 他就是要有一个医疗法 事实上就是医师 你如果没有医师执事 你就不要说治病 你有医师执事 你要怎么说 一般都比较不会出问题 我认为是重点这样 如果照道理讲 事实上都不能谈 我们也不考虑医疗法 也不考虑什么 光纯粹就理论理 那这些不应该说有治病功效 好 那我们这里一路谈下来 医疗与保健 只要这样大家看下来 就很清楚了 以后大家就知道 原来我如果有生病 真正能帮助我的是我自己身体的本身 那我应该怎么样来改善身体 这才是重中之重 如果你从整篇读下来 能够有所破益的话 那这个观念是最重要 所以原始点 我们常常讲 它是不治病的 它只是一个自我 靠自我 然后让自己身体来恢复 靠自我的努力 比如说我要运动 我要充分休息 不要熬夜 然后良好心态跟正确的观念 然后保持乐观 这些心态上 然后还要懂得不喝冰凉的 然后日常饮食 这个要特别加强 温敷这些效果 必该寒凉 类似这样 那让身体得到一个 好的阴眼 好的盐 那身体它自然就可以慢慢恢复 就好像你生病的时候很脆弱 那孩子生下来也是很脆弱 西医都知道要用保温室来保温 那为什么我们年老了身体也很脆弱 而且体弱多病的时候 却不懂得要保温呢 所以保温改善体质 才能够预防疾病 有病可以加速疗愈疾病 无病也可以预防疾病 好 那我们外内治法都谈完 我们再来看下一段 总之 缘不论分属内治法或外治法 医疗或保健 都不能说有致病功效 换言之 若要解决疾病症状 终需内求于身体的正常运作 即按推 热缘 即其他保健等助缘 皆许通过身体热能作用 即组织器官运作 才能改善疾病之因 体伤及热能不足 提升代表人体体力的免疫力 自愈力 以达到自我疗愈疾病症状 果的目的 由此可知 因要影响果 必须借助缘 同理 缘要影响果 也比通过因 单一的缘 并无致病功效 我刚刚举例的就是在讲这一段 这一段谈的就是这样 所以 严你不论是属内治法或外治法 或属于医疗也好 西医的医疗 或是中医原始点的医疗 或 那西医是没有保健 或是属保健 你都不能说有致病功效 这里已经谈得很清楚 所以以后如果有人在说 原始点谈 说这些医疗保健之业 有致病功效 那是诽谤原始点 原始点重复这样说的 好 我们再看下面 这里就把因缘果的道理讲清楚 所以要解决疾病 你中心透过身体 这个是因 身体能够正常运作 你才有办法 把药这些热源吸收 来达到解决疾病症状 我的目的 后面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好 那所以这里大家自己看就可以了 这里我就不再解释 所以后面最后的结论 我们再看下一页 这里结论就是 所以我们已经清楚了 那因那么重要 你因改善了才能够解决疾病 但是问题你因要怎么改善 因要改善 一定要借助盐 同理 你盐要达到致病的效果 那你也一样要透过因 所以单一的炎或单一的因 都不能有致病的功效 但我们最后只是提出特别强调炎 也就是任何方法 你不要说这是西医的医疗 或是中医的医疗 都不能谈致病的 那更何况原始点 根本就不谈 所以单一的炎 是不能谈致病 一定要有炎 还要有因 两个结合 这样才能达到致病 很明显的是强调 那中医是不是会犯了这个问题 中医比较好一点 因为中医常常辩证论治 也是要改善体质 那改善体质 体质好了 也是自我疗异 所以原始点跟中医比较相近 那跟西医的说法就比较远了 所以在西医的眼中 以为医疗才能治病 没有啊 中医一针二丘三用药 丘跟药就是保健了 同样也能治病 那他的治病功效 并不是说他能治病 而是他改善了体质 体质达到自我疗异 而疾病自然就消失了 是这样来的 好 那我们这一段已经都把它说清楚了 我们再来看最后的 继续下一段总结 医疗不论是通过内治法或外治法 侵入性或非侵入性 从果或从因处理 其目的都是为了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快速解除疾病症状 但医疗若无适当保健措施的配合 对热能不足 体力较差的慢性病患 不仅疗效难以持续 甚至还可能危及伤命 因此 为了改善热能不足 增强体力 以达到保命及自于疾病的目的 医疗应将保健纳入其中 反之 为了能够直接刺激体表的压痛点 或经络学位 以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从而达到快速解除踏出体伤 所知病症的目的 保健也应将医疗纳入其中 由此可见 治疗必须医疗与保健病用 内治与外治互补 不可割裂或偏废 使医疗保健支援 得以相辅相成 充分发挥 如此才能加速改善体伤 及热能不足 从而达到保命 及疗愈疾病的目的 这一段 是很容易看得懂的 不需要特别解释 大家一看 因为虫果或虫因处理 前面已经讲了 虫果就是只有医疗保健 病虫患出下手 这个叫做虫果 那虫因就是从体伤及热能不足下手 所以这个字眼都蛮清楚的 也很容易了解 那为什么要写这一段呢 这一段很显然 如果有言外之意 如果大家已经把医疗与保健都读得很融会贯通了 那就可以看出其中还有要传达的意思 传达什么意思呢 因为西医只有医疗啊 而无保健 所以我们来看下一页最后 下一页再下一页 再下一页再下一页再下一页 这里最后的结论 刚刚由此可见 上去上页 这里就讲 这里在传递的就是这个 所以到最后谈的前面谈了那么多 就是要做这样的结议 就是治疗它必须要怎么样 有医疗还有保健 而且有了这两者还要并用 这样才可以达到真正的疗效 那真正在治疗 你也不要再去管内治法或外治法 该怎么样用都要怎么用 不要分 那问题来了 他这里为什么要这样提 如果在原始点这样讲 是完全合理的 而且医疗与保健 他们彼此可以复补 而且还可以相辅相成 让疗效充分发挥 这不是很好吗 那何况体伤会影响热能不足 热能不足也会影响体伤 当然要这样治疗 但是我们来看中医 中医他有没有病用 当然他都有 既有医疗也有保健 但并不是每个医师都病用的 也不是外治法跟内治法都互补 他们也不是同时来的 也就是同时来他不但开药给你 而且还要帮你针或揪 未必啊 那原始点就一定强调要这样 也就是医疗跟保健一定要兵用 那外治跟内治也一定要牵扯到 外治跟内治都要一起来用 才能够达到护补的作用 所以中医言下之意 这里中医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已经开始分科走向西医的越来越细 好像有内科针灸科 还有其他的外治法的 那我们就觉得已经 现在的中医很多都被西医影响到 事实上中医应该是全科的 什么都要会 也就是一般科 而且不只要会 而且还要懂得 一针热就三用药 灵活应用 这样才是一个好医师啊 那同样 西医就更不用谈 因为治疗必须 医疗与保健并用 问题来了 西医只有医疗并没有保健 那保健也是治疗的 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那他没有 那表示他也谈不上 那个医疗与保健并用 那医疗与保健 要相辅相成 让疗效充满发 这他们也达不到 所以言下之意 从这里来看 现有的医疗 确实出现了很多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 我说我太太得了癌症瘤之后 当去找西医没有处理好 找中医没有处理好 我就深深感受到 现有的医学 都是有问题的 如果要改革 这个这一条路 一定要从既有的 这些医学 把他们的缺失 改正过来 所以原始点他不中医批判 应该是他一定是先做出来之后 把所有道理都搞通了 然后才能看出 这个西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中医又出了什么问题 然后再进一步把这个道理 说给大家听 让大家明白了 原来那我们身体要得到健康 那我们就应该可能还有更好的方法来处理 而且这些方法是从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得到 也不需要有复杂的昂贵的医疗费用 复杂的医疗设备都不需要 好 我们这一段就补充到这里 我们继续把最后的一段再把它念一下 事实上 很多疾病是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的 因此 当务之急 是将正确的保健观念 融入日常生活 以养成良好习惯 如不抽烟 不喝酒 不吸毒等 并积极落实温热性饮食 注重保暖 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及良好心态 若病情需要 不仅可通过保健 外内热源之姜粉 姜粉泥或姜糖 用于体上位置 直接温暖组织器官 还可通过医疗按推 原始痛点 乃至换出痛点 并配合其他外热源温脂 如此 才能加强改善 特定部位的组织器官运作 及热能不足 从而达到 无病可抗老增瘦 预防疾病 有病可加速疗愈疾病 使重病患者转危为安 毫无疑依 这种生活化 非药物 非侵入性的医疗保健之源 才是解决生老病死问题的最好方法 最后这一段也是很清楚的 就是承接上一段 再进一步把它说明 我们说疾病它是从哪里来 由不良生活习惯导致 那不良习惯就是我说的炎 恶炎 那恶炎当然就要避开 不要把这些坏习惯养成 比如熬夜啊 甚至这里举的例子啊 每天抽烟啊喝酒啊 甚至还有人为了麻醉自己吸毒的也有 这些当然不好的习惯要改啊 然后改怎么样不抽烟不喝酒不吸毒 就是把习惯改好 那自然改好了 就不会有恶炎来伤害我们 那在日常生活中 除了避开这些恶炎以外 那还要怎么样 积极落实 就是落实一些善炎 就是医疗保健之源 那就是要从日常生活中注意 温乐性饮食 注重保卵运动休息良好心态 这一类的这都不断在重复着 那你看即便重复 原来健康都是在生活中就可以做到的 这哪一项是要跑到医院诊所 都没有啊 那如果你不遵守这样的好习惯 你却养成坏习惯 那当然身体使用久了 当然就出问题啊 就像汽车 你本来要加无纤汽油 那你却加柴油 这些不对的油 那当然引擎就很容易坏掉 身体也是一样 你一定要用对的方法 所以不要等身体坏才去找医院诊所 我也常常告诉患者 今天大家的身体都很好 你只有你把身体搞得那么糟 那你有这样本事把身体搞得这么糟 那你当然就应该有本事把自己的身体 有种就把自己的身体改善过来 你应该有这样的能力 其实这一句就是在提醒 你之所以会有疾病 就是因为你生活习惯太差嘛 那你就把它改正过来 比如你平常都窝在打手机熬夜 那你就以后改变 你又常出去跑运动 然后保持余夜的心情 不要熬夜 这样怎么会生病呢 所以这里谈的都是在日常生活中 提醒我们疾病 很可能都是你错误的一些习惯导致的 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这里进一步题说 那如果遇到疾病呢 因为遇到疾病就是有体伤 这时候身体要修复体伤 会消耗很多的人 所以你就要懂得要有按推 还有热源这两部分来积极 那所以这里就有提了 比如说用姜用在体伤位置 还有用按推把体伤解决 那这样两者配合就可以很快 让我们的症状可以因为身体体伤的修复 然后来达到自我疗医疾病的目的 就可以达到这样 所以这里最后的结论就是 我们看下一页 这样做就可以达到怎么样呢 达到没有病 你还可以抗老就是延缓衰老 然后增长寿命 还可以达到预防疾病 如果没有疾病它可以达到这样 那如果有病呢 你懂得要用热源还有按推 那就可以加速疗医疾病 使重病患者转为为安 也就是有病治病 没病还可以增强体力 来达到延缓衰老 增长寿命目的 这样看来他你看有病可以治病 那如果没有病 比如说可以延缓衰老 增长寿命 那就是我们生老病 他就他都有帮助到我们了 那这样的方法不就可以解决 我们生老病死的问题吗 虽然我们不能做到 不老不病不死 但原始点确实可以做到 延缓衰老 有病可以达到快速 让身体疗愈疾病 还可以使寿命增长 不要死的那么快 把死的问题也解决了 所以最后的下一页结论就是说 我们来看 陶武艺这种生活法 他也不需要用药 也不需要有侵入性 譬如真治穴位 或手术这些方法 他就能解决了 我们生老病死问题 所以这个不是最好的方法吗 你根本不要外求 就在你家里日常生活中 你就可以找到这样的方法 来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说 原始点他就是 希望医学人平民化 也就是他把医学简化到 他不需要药物 也不需要有什么侵入性 根本没有医疗行为 然后在生活中 他只是懂得一些方法而已 然后来达到我们怎么样 达到我们有病治病 无病强生 那这样生老病死的问题 就可以解决 所以一直强调 原始点把它繁复的医学简化 简化之后 促使医学能够为民众所应用 所以医学就能走出医院 进入家庭 因为家庭日常生活你就可以落实 然后落实在生活中 这才是最好的医学 而且这样的医学不昂贵 然后很多人都可以得到好处 不管你是富有的或贫贱的 通通一样可以受益 好 那我们这一篇医疗与保健 就讲到这里 今天也算告一段落了 好 谢谢各位 那莉莉 请莉莉来主持今天的问答吧 好 谢谢老师 我们接下来就是 线上提问及答疑 2021年11月7日 张医师线上教学 提问及答疑 志工答复分享 提问1 我来自马来西亚 有血小板减少症的患者 但是我已经用原始点方式处理好自己 算是已经复原了 但在9月份 我注射了两剂疫苗过后 我的情况又倒回来了 我出血很严重 进医院输了两剂 血小板指数掉到很低 出院到现在还是很低 我依然使用原始点进行调理 还是不大理想 我目前有按推 温敷 运动 姜水15克 请问可以再仔细指导我吗 有哪些做不好 或做不足 谢谢 澳洲原始点 一公答复 如果您之前 有用原始点的方法处理好 那相信 你对原始点的理论和实践 也是非常清楚的 疫苗 基本上都是极寒的 所以对身体的伤害也是极大 所以导致症状再度出现 应该也是在预料之中的事 但相信 只要继续使用原始点的方式 如实处理 相信很快 也能够恢复 至于血小板偏低 这是医院给的指数 而我们的身体的骨髓和肺 是制造血小板和支持 造血功能的要塞 所以建议您 加强上背部的按推和温敷 还有浆的用量 建议您从15克 增加到50克 等之后身体恢复了 就可以慢慢的减少为15克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个是因为打疫苗才又复发的 那我们志工的回答 我觉得回答的很好 但我的看法跟志工稍有一点不一样 我们来看志工的回答 下一页 志工是这样回答 他说因为之前他有用原始点方法 处理他的血小板处理得很好 所以他有这样处理过 所以对理论与实践也是非常清楚 这一句话我会打问号 为什么打问号呢 如果他对原始点的理论是很清楚的话 那为什么他会打疫苗 这不应该出现的吧 因为他之前之所以会好 我相信他一定尤其血小板 就是有凝血的一些症状出现的话 那就是状的组织受损 你这个时候一定要重用热源 也就是你靠按推是不能把那个出血的症状 改善了 所以一定有用热源 所以最后才可以改善 那热源之前就有这样的症状 你就代表你已经是热能严重不足了 那热能严重不足 疫苗又极寒 那不就是自己找麻烦了吗 我们之前就有讲了 疫苗在医疗与保健有提到 这个虽然西医宣称 接种疫苗可以产生抗体 即使感染疾病也会使症状减轻 然后还有死亡减少 这是虚医的新称 但却无法谋灭疫苗极寒 疫苗是很寒的 会加重体伤导致疾病 因为它极寒会严重消耗热能 加重体伤导致疾病 乃至死亡 上个礼拜我就有提到 台湾统计十页 从三页到十页上旬 统计出来 结果感染而死亡的 感染这些病毒而死亡的是845位 但因疑似打疫苗死亡的人数是850位 而中间还没有统计 打完之后 比如肌肉疼痛 关节疼痛 甚至还有极度疲惫 发烧啊这些都没有提啊 这些如果提了 那这些副作用就可以看得清楚 那这些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所以那为什么会简单讲 疫苗就是太寒的 就像志工讲的是极寒的 因为它是常常要冷冻 然后从冷冻库拿出来就直接打 如果不冷冻有些就会坏掉 那你打进去这么极寒的 那一定会严重消耗热能 这是所以会产生这样 志工讲也是意料中的事 这一句我就完全同意了 所以我认为重点还是在观念不清 所以当然志工的回答 叫你要怎么做怎么做 都是对的 但我还是要补充一下 你今天之所以会这么问 我希望你在观念上一定要补强 那现在观念要补强就是 每周七点 每个周日九点到十一点 你一定要按时看 按时看这个转播 这个直播才对你有帮助 我就补充到这里 提问2 我爸今年78周岁 2021年5月 查出肺小细胞癌 无法手术 化疗3次 选择原始点调理 当地无原始点工艺中心 在家原始点按摩店 按推两个月 现在脸脖子 胳膊都肿了 体力越来越弱 做起来就会喘得厉害 张医师讲 重病 手重温敷 我想咨询一下 关于每日温敷的细节 在家如何处理 如何如法的去护理 如做姜粉泥温敷肺部 要敷多长时间 师父说 出汗就会热能耗损 出汗就要撤下来 不能再敷了 这是对的吗 请张医师给予指导 感恩 澳洲原始点一公答复 如果您去的原始点按摩店 没有合格的制工 理论及手法 不知道有没有跟上 您自己也要对原始点的理论 再加强 才能够在家里照顾您的父亲 重症 是需要24小时温敷的 只要秉持着 以人为本 以病为室的原则 让患者以舒适为主 温敷的最大作用是 补充身体热能的不足 所以温敷时间越长 效果越好 但是这个只是外热源而已 至于体力虚弱 则是严重热能不足 需要大量加强补充内热源 加上适当的运动 如慢走 及爬楼梯 如果出汗 可以把衣服换掉 擦干汗水 或垫上干毛巾 原始点 并没有说出汗 就不能温敷的说法 另外 您只是咨询 关于每日温敷的细节 您说您父亲坐起来 就会喘得厉害 这也是有严重提伤 您可以参考 张医师的按推视频 帮他按推上背部 秦老师博重说明 这一个看起来 因为年纪也大了 而且他有经过化疗 那化疗会严重消耗热能 以他的情况 我认为应该体力也不是很好 所以应该属重病 但志工是写重症 但我看他写志工的回答 那个重症应该是写错 应该是写重病 因为我们有分嘛 体力虚弱 就是属重病 那重病应该是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辅 这才是重点 所以 他说如果你父亲重病 需要24小时问父 是的 应该是要这样做 那我们再来看志工的回答 下一页 他也有提到 就是如果重病的话 要运动种种 那至于汉多汉少 那个不是重点 所以可见 这读者的问法 也就是观众的问法 是有去原始点 不管是什么点 他的回答是真的有一点问题 而且本身可能也不是很清楚 所以学要把原始点学好 最好还是就像志工讲 你一定要看这个9点到11点 好那这样你对观念清楚了 你就知道要怎么来处理 那所以其他志工讲的 我都觉得OK 没有什么问题 那也希望在这个观众 就能够加强观念 也就是观念的心修 那不要人云亦云 甚至你问到的 他可能比你程度都还要差 那看起来是按推还有热言 都做不到位 我从这样的情况来看 好那我就补充到这里 提问三 张医师讲 除非是重病 没有必要24小时温敷 那么轻重症 经案推后 温敷原始点应该多长时间合适 澳洲原始点义工答复 温敷原本就没有一定标准的 但是一定要以患者感觉舒适为主 要知道温敷的作用是什么吗 轻症经过原始点按推后 一解症并没有反复 是建议不用温敷的 但是如果按推后 解症而不适感过几天又回来 表示这个人的热量是不足的 除了要加强温敷 也要注意日常的内日原社群 还有多做运动和心情上的调食 身体健康是会慢慢恢复的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志工的回答我再看一下 他说 这里第一句我想补充一下 温敷原本就没有一定标准 就是时间要多久 这些没有一定标准 这是对的 但一定以患者感觉舒服为主 这里我们书上是还有强调一句就是 当然要以患者感觉温暖舒服 还要有病情改善为主 你不能他只有舒服 但病情却不改善 这样也是不对的 有时候还要考虑 比如说他舒服 但是病情一直没有好 是不是在温度上可以再 稍微再加强一下 就好像我们按推一样 按推他很舒服 好像按摩一样 但是就是不能解症 那可见我们的按推 是不是还要稍微加重一点点 让他有一点点痛 但又能忍受 以达到解症为目的 所以我们这里他写的只有对 就是写一半 另外一半要补充的就是 还要以解症 达到解症为主 那么接下来他说 温夫 这里应该是要判断 到底这个患者是轻重症还是重病 如果轻重症 那当然以按推为主 热言为辅 那如果是重病就以热言为主 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辅 那就很明显嘛 好那如果说他写的 轻症通过原始点 按推后以解症 没有反复是建议不用温夫的 这一点就跟我们书上写的 这一点就跟我们书上写的 按推以热言 症状再起来再强调温夫 这跟原始点是不合的 原始点的按推以热言 必须并用 我再三强调 所以志工的这个回答 好像观念上 已经背离了原始点的 诊疗原则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下一页志工的回复 你看他这里就在强调 如果按推解症后 然后不适感过几天又来 则表示这个人热能不足 那这时候就要加强温夫 还要注意日常 那表示这个处理方法 还有包括身体的运动 就是这个完全就是重病了吧 那变成你轻重症的判断 是靠按推有没有解症 来变疾病的轻重 这观念也是错的 我们说轻重症 还有重病它的分别是观察 有无体力虚弱病症来做判断 那按推是要辨明疾病的体伤位置 到底是属于他处还是患处 而不是用来辨别 他是轻重症或重病 轻重症或重病 不是这样 所以这里的写法也很有问题 所以这个志工的回答 似乎我今天我看是很不满意 好我们来看患者的提问 我们就重新来看 这一个患者是怎么提问的 很简单嘛 他说除非重病 没有必要24小时温敷 那么轻重症按推后 温敷延时点应该多长 好简单 他问的不多嘛 他就已经排除重病了 所以这里根本就不要考虑轻重症跟重病的分别 我们就他的题目来回答 那轻重症当然是以按推为主 温敷为辅 那因为他是轻重症热能也没有就是缺少很多 热能不严重 那温敷时间也许可能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大约啦 所以也就温敷个半个小时 那感觉好了就好了 如果还来 那你下一次这按推再解症的时候 温敷时间再久一点就好 如果这样回答不就很简单就解决了吗 然后志工的回答反而露出自己 可能书本上还没有熟读 把自己的缺点暴露出来了 所以这一个不难回答啦 轻重症就是按推为主 那温敷要多长 一般大概半个小时我认为就可以 那如果半个小时尤其对重症的身体的 我认为也够 如果症状再来 好那我们再时间再 试情况再来调整以后下一次的温敷时间 好我就补充到这里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 提问4 骨髓白血病 请问用原始点如何调理 有视频分享吗 谢谢 亚特兰大团队答复 这个问题问的有点简单 没说白血病患者年龄 性别 身体现在的一般的情况 食欲 体力 睡眠 二变等情况都没说 那我们就从原始点疗法的五个原则入手 回答您的问题 您的白血病是全身性疾病 应属于重症 对于重症患者 原始点的调理原则是 一 首先要做到心情愉快 二 每天有运动 有效运动 要出汗 三 外内热源 创造条件 24小时热敷 五 浮姜汤 五十到一百克干姜片煮水 四 充分休息 五 按推 有条件 每日一到两次按推头部 即整条脊椎的原始点 按推后 按推后背部 涂抹姜粉泥 饮食要吃温热的食物 根据体力情况 可每日三次 每次浮姜碗 十到二十粒 有条件 还可以用姜粉泥灌肠 如果体力不足 这样做恢复体力会快一些 原始点疗法 调理白血病的视频是有的 在原始点网站上 输入关键词 就可见查到 但张医生的原始点疗法 一直都在更新 所以患者看视频 要看最新的理论及视频 以便更上原始点调理步法 看原始点疗法的大原则 不要具体的病名 请老师解释说明 这个志工回答得非常具体 而且回答得很好 唯一要补充的就是 他重症应该改为重病 因为我们重病处理才是这样 那轻重症有分轻症跟重症 但都是主要是以按推为主 热源为辅 那所以这里他就先接定白血病 是全身性疾病 应属重病 应该这样就对了 那对于重病患者 原始点的调理原则 这样讲下来就完全对了 所以我发现这个志工回答得非常好 除了重症应该改为重病以外 其他我没有什么好补充 好 也感谢这个志工的这样细心的回答 好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 提问五 女士年龄四十多岁 一个月前 右眼突然看不清景物 看见物模糊 我们非常感恩张医师 记忆原始点 深信原始点 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二十多年前 出现过两次交通事故 从三轮车上摔下 当时没事 也没有处理 又在十几年前 眼睛做过近视眼激光手术 之后就没有戴眼镜了 这三十多天来 一直按 推原始点 头部 耳后部三个点 颈部 一条脊椎 臀部 肩胛骨旁内侧 每天两次按推 每次按推 每次按推 需要约六十分钟 喝六十五克干酱片熬煮的汤 并且用电热台温敷 三小时以上 眼部 用远红外 眼鼻 久温敷 每天三次 每次三十分钟 用姜汤洗眼 每天五次 坚持了十五天左右 视力恢复了百分之六十左右 直到后来 视力也是稳定 但是只要一出门 回家后 就发现视力下降 通过晚上按推 即温敷 第二天 又会好一点点 现在的视力 只恢复到了百分之五十左右 一直就这样情况了 现在继续坚持按推 即温敷和姜汤 视力都没再有进一步 视力都没再 视力都再没有进一步的改善 三天前 又出门耽误了一小时左右 回家后 就发现视力 又下降了一点点 整体感觉现在 恢复到百分之五十不到 请问 针对该情况 有何建议 感恩 亚特兰大团队答复 根据原始点的理论 所有疾病 都因体伤和热能不足所致 您上面描述的情况 您的右眼突然看不清警雾 应该主要按推头部原始痛点 同时 您的情况已经是重症 所以您需要尽量做到24小时温敷 您上面提到的温敷时间有点欠缺 您上面提到每次出门回来后 都发现视力有所下降 从原始点的角度分析 您目前的身体 已处于热能不足的状态 您出门一次 会消耗您很多热能 同时 外面阳光的刺激 也会使您眼睛疲劳 消耗热能 这些都会是造成您视力 进一步恶化的原因 所以 建议您视力没有恢复之前 尽量少出门 必须出门时 请戴上墨镜 以保护眼睛 另外 在平时生活中 要充分理解和用于原始点无保 一 按推 原始痛点 和换处痛点 二 为您热源 三 良好心情 四 适量运动 五 适当休息 比如 按时睡觉 尽量少看手机 和电子产品 以便眼睛得到充分休息 希望您严格按照原始点的方法 调理一段时间 早日康复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位志工回答得非常好 面面俱到 我一直想补充 但好像也找不到 哪里可以补充的 唯一能讲的就是 这个你是才四十多岁 那用原始点还是有效的 只是说停滞不前 那在停滞不前 志工刚刚提出的 这些问题都非常好 那表示你之前有用 还是可以证明原始点是有效 所以一定要有信心 照着志工的 刚刚提出的这些建议 这些方方面面 来在生活中落实 我相信应该可以 会有一些好的消息出现 好那 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好补充的 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 提问六 七十三岁的妈妈 七十三岁的妈妈 去外面 从健身前 由于受凉 突然间 头晕脑胀 上吐下泻 一直都有全身疼痛 出汗 冷得厉害 胃痛 手脚麻木 抽筋的症状 尤其头部 肿胀严重 眼睛睁不开 看不见 冲雪 非常痛 眼珠子 既像沙粒子打得痛 又像针扎刀弯 眼睛淌眼泪 鼻子流清水 耳朵 耳朵眼 胀痛 而且整个头部 都痛得要死 浓姜汤洗眼睛 姜汤灌 灌不去 按推后 涂抹姜粉泥 包裹保鲜膜 戴电帽子感觉不到热 生殖器痛得厉害 每晚七八次小便 尿出一点点 我本身体力虚弱 无法精准按推 又找不到能够精准按推的义工 今年去供艺点近半年 也没有解症 只能直接酒 爱酒碾成碾子 用檀香点燃 妈妈疼得要死 但没有其他方法 直接就头部起泡 稍微缓解症状 看到日渐消瘦的妈妈 我心如刀脚 明明原始点按推 可以解决 并没有痛苦 却做不到位 怎么办 妈妈的眼睛 睁不开 看不见 每天 干姜片五十克 姜汤灌长一次 姜泥灌长两次 即使灌长 大便也不出 姜粉喷鼻三次 亚特兰达团队答复 这位患者家属 提供了近四百字的信息 没有提过一次热服 而且 在你对爱酒疗法 并没有娴熟掌握的情况下 你的操作 无疑是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精神 和肉体上的伤害 根据原始点的理论 所有疾病 都因体伤和热能不足所致 具体条理是 要按照原始点的五宝 来具体实施 一 按推原始痛点和换出痛点 二 外内热源 三 良好心情 四 适量运动 五 适当休息 根据您上面描述的情况 好像每一项都没有做到位 建议患者和家人 认真研究和理解原始点 调理方法 以便有效应用原始点方法解决病患 如增加热肤 有红外线暖灯最好 令可用红豆袋 外面包裹 电热毯 着重热肤 下腹部 和背部 喝姜汤 吃姜碗 做有效的姜粉泥灌肠 平时饮食 注意食用温热性食物 给患者提供轻松便捷的治疗方法 解除紧张情绪 全身状态好转 能改善患者睡眠质量 不用起液数次 眼睛的状况也会有改善 可以用姜粉泥 涂抹眼周围 每日一到两次 在使用姜汤洗眼时 请先使用淡姜汤 可根据患者情况 逐渐增加姜汤浓度 以患者能接受为宜 同时 如果能就近找到有经验的原始点志工 帮助您母亲按推原始痛点 以达到快速解症之目的 坚持严格按原始点的方法 调理三到四周 你一定会看到很好的效果 秦老师补充说明 这个志工回答的都很好 那他问的问题 确实看起来就是重病了 而且几乎是前身性 因为上毒下泻 然后头部也有 头跟脑胀的 从头到肠胃 然后手脚 麻木抽筋 那几乎就是前身的 那前身性 就是看 该温敷的 我唯一人建议就是 要懂得涂姜粉泥 因为这个是受寒 那热能严重 已经属重病了 那涂姜粉泥 斟酌甚至 如果有必要 甚至可以当面积的涂 比如你头部比较严重 假设头部比较严重 那就是有必要甚至还要 把头发离掉 然后整个头都涂姜粉泥 然后再用姜去洗眼睛 那当然头部涂姜粉泥完 还要一边照电热器 然后甚至 带这些玉帽之类的来保卵 或用保鲜膜来把它沽 让热源可以渗透进去 那再来加强外热源 那其他的就是志工肠的这一类 就是重病的处理这几项 都要做到 那比较麻烦的就是 看来按推也是不到位 那按推不到位 唯一如果热源 暂时以热源 然后配合运动 慢慢体力改善 体伤也会减轻 实在没办法就是这样 那如果你能够在上网看 我之前的网站都有 按推的一些手法 还有位置的讲解 这些都指的你去参考 然后想方设法来把 用一些工具也好 或是自己 帮忙自己 来看看能不能 把这些体伤的位置找出来 也就压痛点找出来 这样对你的症状的改善 应该会更加速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志工回答的 我认为都回答的还蛮好的 所以我就补充到这里 提问7 之前一直听说原始点很神奇 几乎可疑百病 我今年58岁已退休 现大小腿有严重的静脉曲张 7建议我做手术 但作为手术还是要穿压力袜 也不保证 其他静脉血管不出事 我在网上看到好多张医师的视频 但就是找不到 关于静脉曲张的原始点视频 请问可否用原始点治疗静脉曲张 有没有这方面的数据 亚特兰大团队答复 原始点医学是以人为本 以病为师 点点滴滴在患者身上摸索 验证出来的自然医学方法 其具体处理方法是在生活中 通过温宁热源 按推原始痛点 乃至换处痛点 并配合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与良好心态 以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帮助身体恢复正常运作 达到自我康复 解除症状的目的 从以上原始点的基本信息 你就会得知 原始点是一种生活化的医疗方法 患者必须自己深入学习 研究和将其应用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才能达到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提高自身免疫力 有病去病 无病健身之目的 针对您的大小腿 有严重的静脉曲张 西医建议您做手术 这是一种指标不指本的方法 且留下很多后患 原始点的调理原则 是从因解证 通过原始点按推 以达到改善体伤 通过温敷 以达到改善热能不足 您可以就进到原始点推广中心 或根据原始点网站上的按推手法 视频学习 找到向对应的原始痛点进行按推 同时再换处做姜粉泥按推 保鲜膜包裹 红兜带温敷 或用红外烤灯照射 以使热能直达换处 同时保持疗好心态 加强运动 使周身加快血液循环 以上调理方法 每天坚持做一到两次 同时重复观看 张医师最近线上直播讲解的 原始点最新调理方法 即换着问题解答 以便更准确理解 原始点的调理方法 并将其应用到您的调理中 原始点不拘泥于某个病名 只要根据症状的部位 找到原始点的大小开关 按推即可达到解症之目的 同时坚持连续问呼 在三周内必定看到有所改善 请老师解答说明 这个志工也是回答得很好 原始点确实是不拘泥某个病名 所谓的静脉七章 那个是不是可以用原始点 那他一直想强调的 有没有这样的统计 或是怎么样 这个案例 类似这样 其实原始点它是找出一个原则来 然后让你身体达到自我 这些好方法来改善你体质 来达到就是修复体伤 改善这些问题 那所以你之前说 一直听说原始点很神奇 几乎可以医百病 我只能说你的听说是错误的 从来没有 我从来没有说原始点很神奇 它是平凡不过 只是从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改善 那几乎可以治百病 原始点不谈治病 所以这一点你一定要很清楚 那再来静脉曲张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静脉曲张是不是疾病 因为它是异常形态 既非症也非壮 所以在我看法 根本就是一个衰老败坏的现象而已 那一个老化的问题 要不要动手术 聪明的理应该很清楚 所以你才会说手术后还要什么压力 哇种种 那也不保证 这样就一劳永逸 这是对的 你有了这些观念 那现在有了这样观念 你不愿意做又要用原始点 那你就应该要对原始点 进一步去了解 那志工的回答 都已经讲得很清楚 你那个问法 静脉曲张 我认为是一个异常形态 那怎么解决呢 除了志工的建议方法 我再补充一下强调一下 它是在小腿 所以小腿异常形态 还是属状 形状的变化 那形状 功能性你按推 比如震的不适感 疼动酸麻痒那些 你按推还可以立即改善 像静脉气症你按推大开关 是不可能改善 但不能不按按大开关 你还是要按推大开关 因为静脉曲张 一定跟大开关有关系 那按推完 甚至还可以再局部 也就是患处周围 再来加强热炎的温敷 或是按推患处痛苦 这对你的静脉曲张 是有帮助的 那原始点能不能做出来 是不是这些都是 属于原始点 处理的范畴呢 这在诊断与治疗也都有提了 除了一些急性外伤 然后譬如脱臼 断肢 粉碎性骨折 甚至误吞鱼刺等组织受损 这一类的 那你可以去找西医虫果治病 但像这种老化的 它的因都是 体相及热能不足所致嘛 那你要知道 你为什么会经脉七章 臀部一定有关 大开关一定有关 所以叫你要按 那这样叫你按 你就要知道 日常生活中 就不能久坐 久坐也会影响到小腿 或是站得太久 这些都会加重症状 把二元先去掉 然后刚刚这些 好的方法 志工提的 你一定要落实 我相信慢慢 这些都可以改善才对 好 我就暂时补充到这里 提问8 请问如果HPV呈阳性 能否通过原始点疗法根治 如果可以的话 能否告知方法 或者在什么地方 可以治疗 谢谢 亚特兰大团队答复 HPV呈阳性 表明您的身体 有HPV病毒 可能造成 宫颈区 或阴晶区产生病变 根据原始点的诊断 与治疗的原则 首先 我们要根据症状的位置 来找到解症的大开关 公颈区或阴晶区都是在 间追原始点覆盖的范围内 所以 要通过按推 间追原始痛点 来解除提伤之目的 同时 可以使用姜水 清洗 工颈区 或阴晶区 以达到热能直达患处之目的 由于工颈区 或阴晶区 都是敏感部位 江水浓度 以患者能承受为宜 最初 不宜太浓 以免桌上敏感部位 江水清洗后 使用红外烤灯 照射工颈区或阴晶区 起到连续温富的目的 每天坚持以上处理 一到两次 同时保持良好心态 加强运动 保持充分睡眠 如果您体力不是很好 您每天可以再用50克 壁卤有机干姜片 煮水喝 或每天三餐过后 每次吃10到20粒 壁卤有机姜碗 以加强内热源 增强体质 连续坚持三到四周 你一定会有所改善 请老师补充说明 志工回答得很好 唯一我要补充的就是 他志工提到 要按推间隙部原始点 我认为连臀部原始点都要按 这样才能够整个涵盖 这个指宫颈的部分 好那其他的我发现 志工都回答很好 我就不再补充了 就这样 提问9 我爱人的肾衰 医生让透析 怕坚决不去 从二月到现在 吃了西药 又做了三个月爱酒 从9月25日开始 做延时点 背部按推 将肤背搓小腿 和酱汤灌肠 现在小腿还肿 请问我们还要做什么 亚特兰大团队答复 首先患者及家人要重复观看 最近一段时间 张医师原始点 线上直播的原始点医学方法的讲座视频 患者提问及答疑视频 以及原始点官方网站上的一些案例视频 目的是 使您更清晰透彻的理解 原始点的调理方法 您会注意到 原始点医学 只要强调两大部分 一 所有疾病 只有体伤和热能不足所致 二 原始点通过五宝 来实施原始点的调理方法 一按推 精准到位 二 外内热圆 三 食量运动 四 充分休息 五 良好心态 上面 您只提到 背部按推 建议 除按推背部原始点外 再按推 臀部和 尖椎原始点 每天两次按推 同时要加强补充 外内热圆 入红豆袋温热敷 姜粉捏 按推背部和小腿后 用红外线照射 尽量做到20小时温敷 壁卤有机干姜粉灌肠 可以继续使用 每天喝姜汤 可以停止 该用每天三餐后 口服10-20粒姜碗 每次 以患者 能承受为宜 加入食疗运动 让身体出汗 出汗后 尽快擦干 保持良好心情 和充分睡眠 坚持几周后 必定会有明显的改善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个患者其实看起来 应该已经到重病了 因为肾衰解析也 那个建议透析 那整个的处理方法 志工的回答 我觉得都蛮到位的 那除了志工的回答之外 我唯一补充的 那个水肿只要有肿 小腿还应该是属水肿之类的 或有些人说气肿就是 暗了它会弹上来 但有些暗了它就凹进去 而弹不上来 那就很明显就是水肿 好不管是怎么肿 小腿都还是肿肿 那只要有肿 在我们的看法一般都到重病 也就是你代谢功能都已经变得很差 所以处理重病的方法 还是以原始点 重病处理 刚刚志工提的这几项 而志工回答的都应该都蛮到位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志工 回答都有回答到整个问题的核心 问题是问的人要不要努力这样做 这个就重点 你要好一定要照这样做 才会好得比较快 那我就没什么好补充 因为这几题我发现 亚特兰大团队的志工 都回答得很好 给他们一个赞 好那这个问题就到此 还有吗 还有其他问题吗 老师我们今天的九个问题 提问及答疑都 就是到最后了 好 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好 谢谢老师 下个礼拜见 好 再见 我就离开了 拜拜 那我们今天的 现场直播就到此结束 谢谢老师 也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